欢迎来到美国内华达州里诺斯特德机场 看到这熙熙攘攘的人群 航空爱好者们想必都已经猜到了 想复盛名的里诺飞行竞赛 即将在微软模拟飞行中进行 游戏中将会新增数款新飞机 以及全新的多人竞速模式 嗨大家好 这里是Diablo湖的波湖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就来对里诺扩展包进行全面剖析 这里先做几个声明 本视频制作时 这些内容尚未正式上线 所有的信息均来自于官方资料 以及内测的实际体验 可能与正式版本有所出入 游戏画面也并不代表正式版本的表现 如果正式版中存在重大改动 在视频评论区将会有特别说明 另外有部分画面上存在丧心病狂的水印 这些是内测客户端的画面 以往的几次内测都是有保密协议的 而此次测试可以自由公开 但用以限制画面流传的水印还在 正式上线的时候肯定是没有这些东西了 以及呢还请大家容忍大波湖的渣操作 有着50多年历史的里诺飞行竞赛 是现在全球仅存的几个飞行竞赛之一 自1964年第一届比赛开始 每年夏天航空爱好者们都会齐聚于里诺斯特德机场 赛事至今只取消过两届 一次是因为911事件在2001年9月的赛事被取消 第二次是因为新冠疫情 2020年的赛事被取消 这场竞赛将会进入微软模拟飞行 作为一个主题扩展包 为游戏带来40款新飞机和全新的多人竞速模式 计划将于2021年11月18日上线开卖 届时PC与Xbox平台上的玩家将会一同竞技 模拟飞行开发团队表示 他们已经和赛事主办方RARA秘密合作了两年 许多冠军版本的飞机 也找来了这些冠军飞行员们亲自调教 力图为飞行爱好者们带来最真实的飞行竞速体验 我们先来看看扩展包的详细内容以及收费模式 根据目前的情报 多人竞速模式本身是需要花钱的 最低的开销是售价20美元的里诺扩展包 除了全新模式外 这个包中还将包含4款新飞机 对应竞速模式中的4个组别 类似于真实的里诺竞赛 游戏中将会有4个组别 每个组别分别有10款飞机可选 总共40款飞机 购买20美元的基础扩展包后 即可参与全部4个组别的比赛 其他36款飞机都是历届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的特别版本 除了涂装不同外 很多飞机的内饰或航电都和基础版本有所差异 飞机性能和操作的感觉也会有所不同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多人竞速模式下 为了保证平衡性 每个组别的比赛中会将飞机性能统一标准化 这些额外的飞机有三种购买方式 每款飞机可用10美元的价格单独购买 也可以用30美元的价格购买一个组别的全部9款飞机 最后还有一个60美元的完整收藏包 将包含所有的飞机 至于基础版本的飞机是否可以单独购买 以及购买某一款飞机后可否参加多人竞速模式 在本期视频制作时 这些问题都还是未知 另外Xbox平台的玩家 需要有Xbox Live Go的订阅 方可参加多人竞速比赛 对了 这些飞机在购买后是可以在游戏中任何模式下使用的 可以飞往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飞行竞速的实操体验 3个招页 3个招顶 暂时 maintain it 相手把 if coordinates 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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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游戏的里诺竞赛将会还原真实体验 参赛玩家要保持低空飞行 完成赛道跑圈 但这不是费渣地平西安呀 天上没有围来呀 怎么能限制玩家在特定范围内飞行呢 如果是发生空中碰撞触地等意外情况 游戏会自动将玩家的位置重置到上一个干位 如果高度过高会发出警告 给出数秒的缓冲时间 超时还未降低到比赛高度的话 也会被重置到上一个干位 而如果未按照干位指定的赛道飞行 则会被判犯规 但不会干扰继续飞行 每一次犯规将会在比赛结束后增加12秒的时间 在游戏界面上可以看到玩家自己和对手的犯规情况 至于游戏方式 11月18日的更新之后 在主界面的活动 Activities 菜单下将会新增里诺竞赛的入口 点进去就是里诺竞赛的主菜单了 有两大游戏模式 快速比赛 Quick Match 和时间竞赛 Time Trial 快速比赛将会是备受期待的多人竞速模式 每场比赛最多可容纳8名玩家 每场快速比赛将会有两个阶段 单圈排位赛 之后才是正式比赛 起飞顺位由排位赛的表现决定 比赛结束后 会根据玩家的表现更新里诺分数和全球排名 而时间竞赛是一个单人模式 飞行数圈后取最好成绩 更新玩家个人的最短时间 参与全球排名 两个模式的排行榜相互独立 作为多人竞技模式 出于平衡性考虑 有相当多的游戏参数是强制设定的 比如强制真实的气度模型 禁用辅助操作等设定 另外在快速比赛中 玩家所驾驶的飞机的性能参数将会统一化 不过天气是随机的 相反的 在时间竞赛中 飞机性能不会标准化 但天气是统一的 还记得之前提到 所有40款飞机的性能参数都有所不同吗 实际上只会影响到时间竞赛模式 回到刚才的里诺分数界面 可以看到有之前提到过的四个组别 每个组别有独立的分数和排名 以及个人的整体分数和排名 时间竞赛模式也会按组别排名 这四个组别分别是 双翼机组 驾驶飞机PIT SPECIAL S1S T6组 驾驶T6德州佬 无限制组 驾驶P51野马 喷气组 驾驶L39信天翁 同时为了还原真实体验 双翼机组将会从跑道起飞开始比赛 其他三个组别将会从飞行编队开始 玩家将直接从空中开始控制 野马和信天翁是两台暴躁猛兽 最大空速接近0.8马赫 刚才也有提到过 这些飞机能在世界任意角落飞行 戴上VR眼镜 在国际都市标野马 我的胃可受不了 为了更进一步强化飞行体验 在11月18日名为年度游戏版的免费更新 将会与里诺竞赛DLC同步上线 会带来数个全新的系统性修改 首先是多人模式下的飞机距离判定 将会大幅缩小 各位老飞友们可以想象下 要是以原有的距离判定 来飞里诺竞赛会是什么场面 现在画面上的是改动后的效果 这个改动也将会影响到整个游戏的所有模式 这让飞行编队成为了可能 另外 尾流模拟 地面扬尘 以及GD昏厥 俗称黑式和红式 也将会加入到游戏中 这些新系统顾名思义很好理解 而且也会影响到所有的游戏模式 有关这些新特性 以及年度版更新的更多细节 大波胡也将会在近期制作一期前瞻详解视频 还请关注频道以便第一时间获得更新 作为在飞行模拟游戏中的一次尝试 有很多常见的多人模式的游戏系统 将会在初期有所缺失 这包括私人房间 观众模式 以及AI对手 不过官方也表示 会对里诺竞赛进行长期更新 让我们期待 这些元素会在日后实装 官方也提到 在长远目标中 还包括允许其他飞机参加里诺竞赛 以及为此次竞赛开发的诸多新系统 会实装到SDK中 其他插件开发者 可以直接利用官方团队的开发成果 最后 让我们共同期待 11月18日里诺竞赛DLC的上线 以及日后的更新吧 哎呀 遇到大魔狐 还请各位赶一下留情啊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关注 点赞 收藏哦 也欢迎分享给身边的飞行爱好者 不知道大家对里诺竞赛DLC 有什么期待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感想 有关更多飞行模拟相关的游戏视频 请见简介区的播放列表 或者前往飞行员大波湖官方主页 fly.dbh.one 在这里有分类整理的民航页和模拟飞行相关的视频节目 最后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